第4場的比賽 第4場的比賽 好來,歡迎回來我們的賽事現場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得差不多啦 第一場比賽呢 是阿德對上 來自 國外的選手啊 這怎麼唸阿 這張臉嗎?我不知道 好,那我們就差不多可以準備開始啦 阿德OK了嗎? OKOK 現在他們在進行 一開始的 猜拳選場 決定好了,OK 好 阿德選的是Foxy 然後 是喔 兩邊 對齁,阿德一直都是噴火龍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變成是Foxy 好,等一下 我把那個1P2P的玩家資訊稍微換過來一下 好,好,我們回到比賽哈 好,這邊被踢飛 所以阿德現在岌岌可危啊 120% 好,這邊一個下摔 看來現在差距有點大啊 阿德 阿德現在才把Fox打到50%而已就先飛走了 好,現在阿德現在掉一命 好,這邊凹一個像聖龍拳的東西啊 好,腳邊立回 好,壓槍腳沒有壓成 喔,機會 脊椎岩石 好,這邊 被跳下梯,跳下梯 哎呀,脊椎岩石沒熬到 有點可惜 哎呀 衝回場 終究被踢飛了 可惜 好,我們的Fox 沒有,沒有掉命 就把阿德幹掉啦 看來是 海外的玩家 非常的強勢啊 好,現在在BAN場地啊 稍等一下 好,啊 輸掉了阿德 選了 街道 動物失聲的場地 好,開場先射個兩三發 先加阿德的%數 啊,糟糕 阿德一開始就被帶到了43% 這有點岌岌可危啊 不過因為阿德的噴火龍是屬於火力型的角色 揍到一拳就有個20% 你看 20%又回來了 我目前還是沒有辦法回到有力的狀態啊 阿德現在做什麼 好像都被對方算到了 好,這邊這邊一個 擊碎岩石 其實 擊碎岩石是在發動的時候會有一層霸體 所以其實拿來凹是非常好用的招式 好,我們的Edurado 哎呀 快速的上A 重擊上A把阿德直接踢飛啦 Edurado的%數現在73% 他其實也沒有到很多阿 因為其實Fox這個角色意外的還蠻重的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飛走 好,這邊牆邊立回 哎呀 你看 中了這個這麼大的一擊 還活著 回不來回不來 回來了 連續兩次那個反邊嚇嚇你 其實我要抓他抓兩次 阿再中一次 阿這一次 滅啦 120%被這個撞到不滅才奇怪阿 噴火龍的前B攻擊其實那個擊飛率非常高阿 那擊飛的數值很大 好,這邊儘量先消趴速 好,Edurado這邊 充分利用Fox的速度在跟阿德立回阿 因為阿德的角色也是屬於比較慢的角色 也是中啦 哎呀這個算得太準了吧 哎呀1比1 哎呀阿德阿阿德一定行阿 不愧是我們的三 呃大亂鬥版版主 馬特德 為什麼是馬特 好阿 凹一個阿 好,ban完場地之後呢 呃我們的 Edurado 欸不對 Edurado 也選了街與村 可是村二阿 剛那村一這是村二 場地不太一樣 好,這邊繼續發揮Rush的功能 因為Fox的身體很重的關係 你用小跳起來 他也可以快速落地的速度 會比其他角色還要來得快阿 所以變成你 他在空中出招的時候 還有出那種 就這個 就是這種上跳技 他可以瞬間在空中做成 小跳 然後上跳技 然後那個上跳技的擊飛 也蠻,也蠻強的 所以 被,不小心被撈到 可能就不小心出去 這是Fox從 呃 第二代開始 就是 GameCube的版本 開始的一個設計 噴火龍在大亂鬥算 強角嗎 還好 呃,神寶拳的大亂鬥 比較強 哎呀,130 你看被那個撈飛 那個,那個 往上踢兩腳那個撈飛 非常非常的厲害阿 好,等一下,哎呀 被他鑽進來了 被他鑽進來了 好,這邊有個反摔 哎呀,我就是不讓你回來 哎呀,還是回來了 NICE 好,這邊 這邊 路卡利歐嗎 路卡利歐其實還蠻不錯的阿 可是 呃,剛好我剛剛都被刷掉了 哈哈哈哈 好,現在兩邊的趴數都岌岌可危阿 哎呀 可是目前還是阿德不利阿 他已經83%了 好,這邊抓個幾下 加加趴數 好,反摔 加趴數,加趴數 哎呀,被拆到了 好可惜 哎呀,100% 117% 怎麼辦怎麼辦 好 啊 飛到背景去阿 恭喜 A DRODER 哎呀,阿德可惜啦 好,來來來來 好,我們終於有賽評啦 哈哈哈哈